各位开发者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能够收到 阿发奇抗的邀请参加这次峰会 我叫利启鹏 然后是RocamQ社区的一名贡献者 目前在阿里云工作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阿帕奇抗MQ的开源项目 以及目前我们开源社区的一些进展 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是RocamQ 我相信很多的开发者 可能都能回答这个问题 而RocamQ它是一款消息队列 对 当然这个回答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回答曾经也出现在 RocamQ的国安网 我这边给出了三个RocamQ的定义 他们是在不同的时期 都出现在RocamQ的官网 第一个定义是在18年 然后第二个应该是在19年 20年 第三个定义就是现在出现在我们官网上的定义 其实从2017年RocamQ从基金会毕业到现在 其实它一直在不断的被定义 因为我们这个背后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思考 RocamQ它到底是什么 什么样的就更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一直在思考 什么样的开源的消息产品 它能够满足当前像云计算云原生等技术的发展要求 什么样的消息系统能够成为云计算时代的企业数字化的真正的基石 什么样的消息系统能够给用户带来最大化的价值 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思考 那RocamQ它才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发展到今天 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贡献者 然后来去社区贡献代码 然后越来越多的企业 也在去使用RocamQ 今天可能在全球RocamQ有几十万的用户 那其实我今天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除了想分享我们生态的项目以外 其实我更多的想分享一下 那我们做这些工作背后的一些思考是什么 其实从RocamQ毕业之后 云原生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理念 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接受 那我们其实也是想再去思考一下 怎么去定一个真正的一款云原生的消息平台 然后让用户能够在使用RocamQ的同时 享受到云云计算的红利 比如说极致的弹性 高可用等等 所以从19年开始 我们就陆续推出了一些云原生的生态项目 你比如说像GURAFT协议的多副本的解决方案 Deliger 那Deliger它本身是解决的是高可用的问题 它可以通过多副本的方式 去保证用户消息的安全性 对吧还有你像我们在Kubernetes平台上去推出了 运维工具RocamQ of Reacher 那这样的话就使用KPS的用户 它可以非常方便的把RocamQ去部署到KPS平台上 然后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做自动扩缩容 还有像我们推出了Exporter 因为像在云原生的时代 很多的用户他喜欢通过普伦比修斯去监控整个的业务系统 那其实Exporter它本身是普伦比修斯的一个采集器 那RocamQ的Exporter推出的话 会是很快的把RocamQ的一些metrics数据 然后能够汇总到汇总给普伦比修斯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整体的去展示到 整个的监控系统里面去 还有像我们推出的像Kinitiv的一些项目等等吧 这些都是其实我们是为了去定义好这个RocamQ的 帮助RocamQ定义好 它是一个原生的效益处理平台 那其实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又有了更新的定义对吧 然后统一的消息的 统一消息引擎 轻量级的数据处理平台 那其实这个全新的定义的背后呢 是我们又有了新的思考 因为其实随着 现在随着企业数据化转型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企业 它将应用开始微服务化 甚至Serviless化 其实我现在也见到很多的 比如说像头部的互联网公司 他们都在考虑在一些 尤其是像这种有波风波谷非常显明显的场景里 这种场景上去使用Serviless的这种形态的应用 因为这种应用可以更大程度的去 保证用户在峰值的这个系统的安全性 以及更大程度的解决成本 对吧 因为这就是企业它使用的这个 使用应用的变化 而且呢 企业应用的存在方式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很多的应用 都是混合云的这种方式 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 它可能想把它的应用放到云上去 我说的是公用云 它可能本地还有一些 还保留了一部分的应用 这种场景就可能涉及到 它有本地应用 有云上应用 有一个跨云的交互的问题 甚至很多企业 它可能是用了多个公用云 这种都是非常常见 它可能用了 好几个公用云厂商的产品 而且呢 现在有些用户 它还用了混合云 用了边缘云 而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这种场景的话 它会变得非常复杂 而且呢 就是这种数据的 就是整个业务系统的 因为它不在不同的云上 它可能数据的采集啊 存储啊 分析啊 都变得越来越复杂 大家知道 其实现在这个 这种数字化的企业 那数据对用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怎么处理好这些数据 也变得 也这件事也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消息系统本身呢 它承载的 就是连接嘛 它的使命就是连接 它需要连接不同的应用啊 不同的系统 甚至不同的云 对吧 那这些数据 它需要更 因为数据需要更快的被传输啊 被分析啊 所以说我们觉得 就是未来的消息系统 可能考虑的问题 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 要为用户啊 它统一的去考虑数据的采集 传输 存储 分析 对吧 这些场景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的消息系统 它是一个能够集 消息的交换 事件的处理啊 流失计算 数据存储 一体的一个统一的引擎 那这样的话 用户 它使用起来 就是它是一个 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嘛 它用户使用起来会更简单 也是 所以说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考 我们就是 又给Rocampool 一个全新的定义 而且呢 我们近期又启动了一些 新的一些生态项目 然后这些项目的话 去支撑 这样一个全新的定义 那我今天其实想 跟大家先从业务 从架构的视角上 去梳理一下 我们整个的生态项目 这样的话 我希望今天 我分享完 大家听完我的分享之后呢 能够知道 Rocampool 那它这些生态的项目 它都是干什么的 对吧 什么情况 什么场景下 应该用的 它项目 大家能有一个 大致的了解 那我把这个Rocampool呢 目前的整体的生态 我们分成了六个 六层 那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从下往上去 跟大家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应该 目前Rocampool的 绝大部分的生态项目 都在我 整个的这个架构里边了 都是在这个范围 在这个Ecosystem里边 那第一层的话呢 是边缘 边缘层 就目前我们有一个项目 叫IoT的Bridge 这个项目在External仓库 那这个项目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 希望能够将一些 遵循MQTT标准的一些设备的数据 能够接到Rocampool 消息系统里面来 所以说这个项目 它是主要是目前兼容了MQTT 这样就是可以接收MQTT设备的数据 可能后边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个边缘这块的话呢 我估计后两年吧 可能我们重点会再去把边缘端的整个的属性在做加强 我们会兼容一些全新的这个开源的这个边缘的项目啊 像像MQI EMQI等的这些项目会做兼容 而且的话呢 我们会再去兼容更多的物联网的协议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在物联网这个场景下去 能够让端上的数据更快的就是通过Rocampool送到云端去 那这是边缘层啊 然后呢 再往上是Delager呢 Delager这一层的话呢 就是存储层 存储层现在主要是Delager 就是Delager我前面讲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Graft的一个多副本的库啊 今天就没有时间去详细去展开来讲 那这个其实是解决的是 就是整个消息的高可用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之前其实就没有Delager之前的消息 本身也是高可用的 有一个Mask Sleeve的架构 对吧 那这种方式 那其实出了Delager之后呢 是主要还是给用户了 就是给我们Rocampool的用户一个新的选项啊 如果你想用多副本的话 你可以去配置去使用这个 就是Delager这个这种方式去存储 当然你可当然可以 现在还是依然去用Mask Sleeve的这种架构 也没有任何问题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还会推出一个Execkel这样一个项目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推出啊 后边我们会启动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主要是希望用户通过Execkel的话呢 能够就是快速的把这个 把这个数据从消息系统里边查出来 查询出来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去查一套历史消息是比较麻烦的 你可能要顺序的一条条线把它读出来 这样比较麻烦 那后面我们想希望通过这个项目 可以做到快速的消息的查询 这个是存储层的一个定位 那在网上就是我们的这个 Rocam Q的这个就是靠 然后Rocam没有靠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目前我们主藏库的功能 就是支撑这个PubSub的这个 就是消息的这个 接收跟分发的这个功能 这个是我们这个 就是它本身的一个 Rocam Q的一个本身的能力 那再往上的话呢 就是一个连接分析层 Connect层 连接分析层现在其实主要的 就是主要的我们项目呢 有像多元的扣端 对吧 Client 就是我们现在 因为Rocam Q它 现在是一个通用的消息 消息的处理平台 可能就很多的不同 语言的应用都需要通过Rocam Q去实现这个消息的收发 对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基于这种情况也是提供了不同的语言的客户端 像CIA加的CID 然后目前PASM GO 然后我们都可以使用Rocam Q去收发消息 那这个就是通过Client去实现的 去实现的这个 那还有一个就是Rocam Q的API 这个API其实就是 现在像我们External仓库里边有很多的就是项目 它可以支持像Redis 像Hadoop 像Spark 像这些框架 它可以很容易的把Rocam Q的数据接进去 这个是通过这个项目去实现的 这个项目目前也在External仓库里面去 那还有一个就是Streaming Streaming是我们目前应该近期就会发布吧 我们应该前面都很会有讲到这个Streaming的一些功能 这个主要是做分析 其实因为目前的这种 就是企业的这种使用的场景下 可能分析也变得非常重要 我希望我们就是也希望Rocam Q 它有一些分析的能力 去帮助用户做一些轻量级的分析 这是Streaming的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Connect Connect其实这几个都是做连接 Connect也是这样 Connect这个这边的Connect 主要是说通过Rocam Q的Connect这个项目 它可以实现数据在不同的数据容器之间的这种数据的同步 类似于像CVC这种功能 那就是说不同的像不同的数据库 对吧 像一个MySQL一个Oroco或者两个MySQL数据库之间 它可以通过Connect这个项目 能够很快的准时时的把数据同步过去 这样的话用户去在这种场景下去使用的话 会非常简单的能够做一些数据同步 这是Connect这一层 再往上的话就是运维监控这一层 运维监控这一层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相关的项目 像我前面讲像Exporter 对吧 它本身是通过Exporter的话 可以把Rocam Q的一些Metrics数据 然后快速的去送到ProMius去做整体的监控 像Kinitiv像Docker这个项目 本身也是在需要 它主要是去打一个Rocam Q的镜像 以方便在KVS里面去使用Rocam Q 还有像Operator这个项目 它本身是我前面讲 它是一个KVS的一个部署的工具 那这个就会是在KVS里去部署 自动扩收入户非常简单 还有Console Console这个项目是目前我们的Rocam Q 集群管理的一个控制台 那通过Console可以去做Rocam Q的 集群的管理对吧 这些基本的管理都可以去做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Operator的 就是整个Operator的意思 就是整个运维的一个能力吧 然后我们由这些项目去做支持 那再往上的话呢 就是应用对吧 那Rocam Q通过这些能力的话呢 可以它主要支持的应用的话 有几类啊 像微服务对吧 微服务是这个是Rocam Q 就是之前去支撑的主要的场景啊 因为它可以主要支持 像微服务之间的消息的交互 对吧 就是像我们传统的像一步节舞对吧 那因为微服务非常多之后呢 可能会服务与服务之间的 降低整个行动可能性啊 通过消息队列做一步节舞啊 然后这个可以提高可用性啊 像消息队谷啊 等等这些都是这个 微服务之间的 这个消息的交互支持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Servaless 那Servaless是云元生时代 出现的一个新的物种对吧 那可能未来的很多的应用 都会以Servaless的形式去存在 那目前的话 我们也有相关的项目去支撑Servaless 像Kiniti 我们现在有一个Kiniti的Source 这个Source的作用 我一会会讲 它其实就是要支持在Servaless的形态的这种应用 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的API都可以 包括Connect 可以支持很多的流失的框架 把数据很容易的从 要从这个Rocam Core里边去 把它导到这个streaming的框架里边去 包括像数据库啊 以及一些ROT的设备 这个就是非常快速的可以支撑啊 像这应用层的这些应用的这个数据消息的数据的流转 那这个可能我前面讲起来 这个可能会有点抽象啊 所以说我又想给大家换一个视角 从业务的视角去看一下 这些项目 他们到底是怎么去服务业务系统 对吧 我这边就列了一些主要的项目啊 我们简单看一下可以 你比如说像最初的这个Rocam Core的这个消息的这种订阅啊 发布啊 像他有支持的像微服务 对吧 他像这种你比如说AV服务 两个不同的微服务 他去调用啊 去引用Rocam Core的多元的客户端 对吧 Client 他可以实现消息的收发 那你比如说像 这个AV服务他通过Client 可以发布一条消息 对吗 那BV服务 他可能有可能他是不同的语言啊 AV有可能是CII写的 BV是加瓦写的 那这也没有关系 那通过 用不同语言的 不同语言的这个SDK 就可以实现这两个费服务之间的消息的通讯 而这是最初的Rocam Core的一些基本的功能 那你比如说 现在我们 我前面讲到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Stream 对吧 我们加了这个旅游处理的功能 Stream他本身也是一个SDK 也是一个SDK的库 那V服务可以用这SDK之后 他就可以做一些流逝的计算 对吧 然后他可以送完计算之后 再去把数据传到Rocam Core里面去 像Exporter 对吧 那Exporter他可以接收整个 就是整个Rocam Core的一些MetroKate数据 然后推到Prompios Server 然后这样的话呢 可以可以做整体的这个监控跟展示 包括这个Console对吧 他可以做整个集圈的管理 集圈的管理可以用Console 监控的话呢 如果是在KMAS这种体系下的话呢 可以用Exporter 其实Console本身也带一些简单的监控的功能 那还有一个就是 就Kinitiv对吧 KinitivSource 其实这边的准确应该是KinitivSource 那Rocam Core的话呢 其实他通过KinitivSource 可以将这些Message 消息转换成Event 然后呢 直接推给这些 这些无服务的 Service的无服务的实力 那你比如说像现在的话 其实可能就是一些Kinitiv的一些 框架下面的一些Pod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些Pod 他可以处发这些Pod 去做弹性 对吧 你比如说 我后面会有一个场景去介绍这一块 就是说很多的业务流量来了之后呢 通过KinitivSource 可以启动这些无服务器的一些实力 去让他们去做计算 那这个是Kinitiv这个项目 像还有像IoT Bridge 对吧 那可以通过IoT Bridge 可以做物联网端的这个消息的说法 当然我们后边可能还会 因为这个项目呢 目前其实使用的还不是很多 这个如果是大家有感兴趣的 也非常欢迎去再去继续完善这个项目 把这个完善项目做的更好一些 而且呢 其实物联网这一端的话呢 还有很多的场景可以扩展 现在可能后边吧 我们会重点去关注这个物联网这一块 OK 还有像Operator 对吧 这个他本身可以通过 Rock and Crew 本身可以通过Operator这个项目快速的部署到KBIS平台 对 Connector Connector就是 其实我前面讲过 它可以做 Connector本身 它是一个高可用的一个 一个调度的框架 它调度框架 这个调度框架可以实现的功能呢 是说它可以把不同的数据 数据容器之间做数据同步 你比如说这两个数据库之间 它可以做实时的数据同步 实时的从A数据库里把数据读出来 对吧 多多Connector里边去 然后再放到B数据库里边去 它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这个是 其实不同的 我们生态项目之间的能力 或者它的应用场景 而且 其实我把它换在一起 想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这些不同的能力 它是可以相互组合的 那这样的话 组合起来之后 它就可以解决 整体我前面讲的数据 同意的像采集 然后分析 然后这个传输 这样的一些功能 对吧 你比如说 我再举一个例子 像 像这个 如果是说我从 就两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是说 我可以从端上去采集的数据 然后 传到Rocam Crew里边去 对吧 对于一些关键的数据的话 我其实 我可以做一些分析 那做分析的话 其实有很多种形容 现在的场景中 可以用很多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你比如说 我可以通过Stream 对吧 其一个微服务 然后引用 我们的Stream SDK 去做告警的处理 是吧 或者是做数据的计算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种方式 其实如果是你 企业部署了Kinitiv的话 你完全可以用Kinitiv的Source 把这些消息直接 触发 作为Event 触发给这个 无服务的Civilist的 这个应用 这样的话 这个应用可以启动 Pow的去做一些计算 或做一些告警 或做一些其他的计算 这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 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你比如说 现在好多的微服务 对吧 微服务之间 你现在收发消息 当然你可以用Rocam Q 而且现在好多的 像电商 一些在线的业务的场景 他通常情况下 要求这种消息的 实时的 就是实时的计算 对吧 那这个时候可以 启动一些微服务 调用Rocam Q的Stream的SDK 可以去做计算 计算完之后 可以把数据快速的 再传输到topic里面去 这样的话 微服务可以 他可以实时的去拿到 通过Stream计算的结果 然后再去 你比如说做一些推荐 对吧 或者做一些 其他的符合 业务场景的一些 符合业务场景要求的 一些计算都可以的 这样的话 就是这些应用 可以快速做组合 对吧 还有就是你可以把 Flink像Spark里面数据 或者是说把这个 不同数据库里的数据 直接拿到Rocam Q里面来 然后你比如说 像假设说 假设说一个 A数据库里面的一个数据 你希望同步到 B数据库之前的话 先做一次计算 那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再启动 Streaming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A数据库的数据 先通过Connect 放到Rocam Q里面去 然后通过Stream 做完计算之后 再同步到数据库里面去 这种场景也是可以的 一般在这种 如果是说 比较大量的用到了 这种数据的同步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计算的场景 现在用Stream 可能就能够比较好的 去满足这种场景下的 一些需求 对 这个就是从业务的角度 去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Rocam Q这些 生态项目的一些关联关系 对 那我后面的话 我现在给大家讲 讲几个吧 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态项目 因为时间比较有限 就是而且呢 前边动横跟金融通 也已经介绍了一些 这个相关的项目 我这边就 就简单介绍三个吧 然后我觉得 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想 这个这张图呢 是Rocam Q现在多语元 客户端的一个架构图吧 那这个是多语元客户端的架构图 那其实呢 现在Rocam Q 大部分的多语元客户端 是通过 我们有一个CPP的一个项目 对吧 那CPP的项目是 一个C跟C加的SDK 那现在其实像Python跟Go 都是通过SDK去 包括我们的NodeGIS 都是通过SDK C加加的SDK 然后去收发消息 那也就是说 它C加加的SDK 是它的Kernel 是客户端的内核 那当然 那现在Go还有一个 也有一个Native的版本 就是一个原生的 没有依赖有C加加的版本 也是也是可以的 那后边的话呢 其实 像我们这个其他的 像像Denet 对吧 Denet如果大家有 有医院去贡献的话呢 也可以 基于我们的这个 C加加的客户端 再去做一些封装 也是OK的 现在包括像移动端的 这种场景 现在移动端的这个 SDK还没有 如果有感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用我们这种 这种加构 然后来去贡献代码 贡献一些 贡献一个移动的这个SDK 移动平台的 然后原生的 我们是用的Java 然后如果是有些企业 就是他本身去使用了 很长时间的这种SDK 也非常非常欢迎 能够贡献到社区里面来 我们也会把它上到官网上去 对 这个是整个的一个架构吧 还有一个可以 也可以通过Proxy的方式 去 去 去说发消息 通过REST的方式 都是可以的 目前的话呢 可能我们主推的 还是通过C加加的Kernel 然后去 去做消息说发 因为这样的话 可能整体来讲 架构上会 会相对简单一些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 这个多元的一个情况吧 然后下面再介绍一下 这个Connector Connector 其实我前面讲了 就 它可以实现不同的 就数据 其实它不止数据库啊 就是 可以 你比如说是 是一个文件系统 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整体的架构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Connector的 Runtime的一个框架 那这个框架的话呢 它可以去 做这个 任务的调度 那 任务的话呢 可能就是 主要有两类 一个叫Source 一个是Sync Source的话呢 它主要是 把不同数据原理的数据呢 然后 解析 解析成一条Message 然后呢 去放到 我们的消息系统里面去 当然我们可以 放到RocanQ对吧 然后 我们现在是支持 OpenMessage这个标准的 任何兼容 OpenMessage标准的 这个消息引擎 都可以放进去 然后呢 Sync负责把消息 读出来之后呢 再解析成 目标数据库 或者目标的文件系统里的 需要的格式 然后放进去 这个是大概的 他们的一个 一个一个 整体的这个能力吧 然后 而且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用 可以用 就是job的形式嘛 这样的话呢 就connect本身的作用 就是做调度 然后它可以做 file 然后就如果是 有一个job挂掉之后呢 它可以迅速来 起个新的job 去完成啊 之前的功能 这样的话 就保证整个 这个 就是数据同步的 一个高可用 对 这个是就是connect的 一个 本身 一个 一个基本的能力吧 通过这个 就可以实现这个 数据 数据容器之间的 数据同步 对 这个是 我想介绍connect的 一个情况 然后 最后再介绍一个项目 是connective connective这个项目 其实我 这个项目 因为不太好理解 我之前写了一个例子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 讲过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 其实说的是 像这个 在这个 我们在线订餐 的这种场景 大家知道 其实在线订餐 不管像美团 饿了吗 这种 这 订餐平台去订餐 就是它这个场景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 就是峰值 非常明显的 这种场景 因为肯定是在 就是用餐的高峰期 大家都在订餐 对吧 那可能每天的 比如说三四点钟 可能就非常少了 甚至凌晨的 肯定就更少了 去订餐的 那这种场景 是非常适合 用servless的应用 去做 整个 把这业务化 业务化 把这个业务 用servless去重购 这样的话呢 就是整个的 系统的可用性 也会增高 而且呢 就会很大程度 去降低成本 这个是 就是 使用servless 一个背景吧 就是我这个case呢 主要是说 你说用户 他在去下单的时候 他实际上来说 是用 Rocamq 发了一条消息 那Rocamq 这条消息的话呢 我们现在 有一个子项目 就是 就是这个 kinetive source 其实它就是写了一个 在kinetive 在kinetive里面 写了一个 Rocamq的数据源 就是这个时候 发了这条消息之后呢 这个数据源 他会自动从 Rocamq里面 去读 读到这条消息 之后的话呢 通过这个 这个是kinetive的 一个机制啊 通过这个trigger 然后把这个消息呢 发送给这个 目前这个 就serving serving是 kinetive里面的 一个就是 无户的 servless的一个实例 它可以自动发给它 这样的话呢 这个 这个系统就会迅速的 去启动一个POD 去接收这个消息 然后去完成这个消息 它要所定义的一个功能 那你比如说 我现在定义的功能 可能就是把它 存到数据库里面去 对吧 然后呢 在同时发送一条新的消息 去调用这个配送服务 去把这个货配送 直接配送给用户 大概就是完成 这么一个功能 那这个就是 若看Q 它就是整个的 kinetive 在kinetive项目里面的 一个能力 就是说 通过若看Q去 通过若看Q的sauce 去完成这个 把消息转换成一个event 然后呢 去驱动 servless的这个 引擎 去启动servless的实例 做一些计算 这个就是 kinetivesauce的一个功能 行 这个就生态项目 我就简单介绍这么多啊 因为时间有限 那其实我们现在呢 这个我列出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 基本上所有的 这个目前的 这个生态项目吧 因为今天时间非常有限 就没有办法去一一介绍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些生态项目 像客户端的呀 像前面见到kinetive的呀 像这些项目 我列出了 它的一个功能啊 以及目前的 参与的贡献者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死大数 这样的话 就是可以看一下 非常明显 可以看出哪些项目 大家更受关注 你比如说客户端里边 像go啊 比较受关注啊 因为现在就是 原生的这个应用非常多嘛 对吧 大部分都是 科学S生态 都是用go写的 所以很多的 用户在使用go啊 去 去收发这个消息 那 这个大家可以 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吧 就是可以去使用 不同的应用 当然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 大家去来 能够去把自己的 使用的一些场景 贡献 帆补到社区啊 然后 这个是个非常欢迎的 那我们其实 有一些这个代码 在不同的仓库啊 就是我前面讲到的 就是有一些呢 可能在主仓库 有一些我们有一个仓库 叫external仓库 external仓库应该 就绝大部分的生态项目 都在external仓库 但有一些项目 它是独立的 因为比较重要 就是独立拿出来 一些新的仓库 你像客户端的 基本都是独立的 像cpp啊 go啊 这些都是独立的仓库 像还有像 像spring的 这个也是独立的仓库 像我们未来 可能要做的这个streams的 也是一个独立的仓库 然后马上就要开到 这个仓库里面 去把这个开完打 对 这个大家如果是 因为今天我们 很多都没讲到嘛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 然后 就我们在做交流 然后就其他的 或者是说直接在社区的这个 邮件列表里面提问也可以 如果对哪些的开完项目感兴趣啊 或者想贡献啊 都可以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类似的一些情况 那下面我花一些非常简单的时间 去介绍我们社区的情况 因为我们社区呢 就说CMQ社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呢 可能就是有两块吧 就两个大块吧 第一块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生态项目 前面介绍了这些生态项目 可能现在不止12个了 像我现在列表里边有16个 对吧 那么每个项目 其实都有很多的贡献者 在去贡献代码 现在我们每一个项目 其实有一个兴趣小组 对吧 然后这兴趣小组里边 有一个master 然后带领着贡献者 共同的去 有序的去贡献代码 然后呢 去按时间 节奏去发版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保证 整个项目的连续性 其实这些项目里边的 大部分的代码的贡献者 也都是这个项目的用户 这样的话 同时去贡献代码 还有一些 还有一块一帕 就是城市社区 那RokenQ目前呢 在不同的 就是全国啊 很多城市都建立了 我们这种叫城市社区 城市社区 其实它是一个线下的组织 我们希望通过 就是这种线下的组织的方式 能够更大程度的去调动 就是我们一些 RokenQ的一些开发者的 积极性吧 让他们能够更 更多的参与到社区里边来 你比如说 我们去做一些社区的 代码的贡献啊 甚至文档的编写啊 步道啊 这个都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吸引托于城市社区的话呢 去也去做很多活动啊 然后去做一些分享 我们邀请一些 城市社区的这个 这个专家去做一些分享 那现在目前我们是 熟悉的国内啊 可能未来我们也 甚至会考虑在海外 对吧 然后去也是建立这样的城市 去调动更多的人 去在本地去 做RokenQ的这种宣传 步道 引爆更多的开发者 进来去贡献社区 从而也会培养很多的 社区的贡献者 对吧 然后培养更多的社区的 使用RokenQ的专家 这样也有助于 RokenQ这个项目 在本地的落地 那这个是我们可能整个一个城市社区的布局 我本人也是城市社区的发起人 对 这个是我们社区的一个情况 那还有一块 就是我们RokenQ社区呢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生态项目很多嘛 我们现在有一个 就比较标准化的一个 项目管理机制吧 算是一个 就是通过这种机制的话 能够让大家能够更有序的 然后更准确的去贡献代码 那现在就是我们在 就RokenQ社区 如果是想发起一个比较大的feature的话呢 那一般是我们是需要有一个 这个 就是有一个我们叫RRP啊 就需要写一个RRP啊 就一个写个proposal 那这样的 现在在我们的社区语言里面发一下 如果是我们需要找一个 比较有经验的人吧 去带这个贡献者 然后去带他一起 因为有经验 同学可能比较了解流程 然后去带个贡献者一起去 去了解一些流程啊 然后呢 去告诉他怎么去贡献 就是一个 我们就一个牧羊人的角色 之后的话呢 可能去开发 是吧 去贡献这个代码 去开发代码 开发完之后呢 可能就要 就要 就要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 我们最后有一个投票的过程 一般会 就是一些community 包括pmc 会去review一下这个代码的质量啊 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的可用性啊 他的价值啊 等等 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投票通过 通过之后呢 这个子项目就可以毕业啊 毕业之后成为我们这个社区一个正式的一个项目啊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社区的 一直在去使用的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方式吧 然后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是想贡献代码的话 可能就是 当然提个小的pr去去 那个没有问题啊 不需要 但是一些比较大的功能 你像我们的 像我前面的讲的一些多元的项目啊 或者是我们的operator等等 这些大的项目的启动 都是要走这个流程 行 我今天主要分享可能就这些 最后打一个广告啊 我们近期在深圳会有一个活动啊 就是在下周 然后也就是主要去分享一些我们Rocam Crew 近期的一些这个一些功能啊 然后还有一些案例啊 非常欢迎大家去 去关注我们社区的一些活动啊 好 行 我主要分享的就是这些啊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能够持续的关注Rocam Crew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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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